那年第十一屆中心被黑豹期 全國高中棒球大賽八強階段 第二天的賽況 持續在臺南亞太副球場進行 臺中市的西苑高中 和臺北市的大理高中 要爭奪四場門票 比賽前段兩邊都沒有突破 到了四局下 在前三局表現不賴的大理 先怕投手羅德凱出現小亂流 被敲安打之後投出寶宋 面對得臉圈的失分危機 西苑的中心棒次第五棒 才沒有抓第一球這攻擊 敲出中外野方向的關鍵安打 幫助球隊先止得點 加上中外野手有點猶豫 想撲又刹車打滑 小白球是漏到後面形成了重傷害 讓蔡明佑的安打帶有兩分打點 而這一集大大提振士氣 也讓前面四局已經很有壓制力的 西苑先發投手姜彥翰 更有信心 繼續封鎖打者 這一戰他表現出色 先發七局只用了七十九球 被敲了三制的零星安打 沒有失分 漂亮演出玩頭玩封 西苑就在關鍵一集 跟投手的好投帶領之下 中場二比零玩風大禮 順利的搭上四強列車 最後一張四強門票要看到 櫻哥工商對決雲林的賣掉高中 櫻哥開賽來時兇生 靠著選球以及連續安打 U18的國手林伯俊替球隊 首開記錄 櫻哥活力串聯 在第一局二比零路線 第二局則是安打戰術推進 以及四十一級擴大三比零 三局上他們持續強攻 單局掃了四支安打攻下了四分大局點鼎勝機 而這一戰的另外一個亮點是 櫻哥推派今年U18世界杯的國手曾偉哲先發 相當受到總教練王傳家氣重的他 這場二到六初級 投球三點二局沒有失分 只用了四十四球就退場 連球評中重裁教練都說有點謹慎 應該可以繼續投 而主角今天打擊抗第四棒敲了一支安打 再投打兩段都有發揮 最終投打俱佳的鷹哥8比0大比分擊敗麥寮 連續兩年殺盡黑豹起四強 外履台梁玉皇華軍綜合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